今天很厲害 各個都讓妳看不出她是 同學來了 歡迎豬兒 豬兒妳也是個媽媽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豬兒 好 我應該是今天裡面年紀最大的 幾歲 我今年24歲 我對 最大的 比我大 她已經是今天來參加的來賓當中 年紀最大的媽媽了 24歲 我還幾歲 我小孩 幾歲 所以妳是22歲生她的 對 豬兒以前是在夜店表演 現在其實偶爾還是會去對不對 所以是一些妳以前在夜店表演的照片 對 太辣了吧 哇塞 這是一個媽媽 這是幾歲的時候 比較年輕吧 好像 20多吧 就是差不多就是現在 就是那天 那天晚上就變媽媽了是嗎 沒有啦… 我也忘記也太久了 是什麼東西 這個也太辣了吧 哇塞 這是什麼情況拍的 這是我那時候幫一個就是攝影師 然後他就是問我說 要不要跟他一起合作拍攝的 對 很美 合作完以後就變媽媽了嗎 攝影師是現在的爸爸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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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的嗎 這一件衣服我也有 老公在這個時候認識的 對 這個時候認識的 Oh my God 妳之前每天都在夜店 妳當媽咪之後 會不會有點不習慣這樣的作息 對啊 一開始會 但是後來就覺得還好 因為你 就是我晚上也要餵奶 然後他要換尿布什麼的 所以就作息跟其實在夜店生活 也沒什麼差 只是很累 他平常之前是在夜店 也是差不多凌晨的時間 在餵別人Shot 現在他是在家裡面 餵奶 餵孩子 但如果時光倒流 到那一天晚上 那一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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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那一天晚上 多床吧 我怕 他以為折騰 達正 達正那一天晚上 妳會有任何的改變嗎 還是覺得說沒關係 就是跟現在一樣 不會 不會是 因為我還是很開心說 我有這個那麼可愛的 新生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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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Titi Titi Titi 這是爸爸 這真的出來了吧 你也是爸爸 這好大大學生喔 這根本就是一個 學生啊 這是個同學吧 同學來探班的同學吧 打招呼一下 妳現在幾歲 嗨 大家好 我現在21歲 然後一個兒子 現在八個月 八個月 對 而且聽說 什麼意思 才生過一個 不會叫很會生小孩 跟下感一樣簡單 居然有人的才藝是很會生小孩 那妳覺得妳 三分鐘就出來了 妳覺得妳的關鍵是什麼 為什麼可以生那麼快 我覺得是 因為我那時候 我有習慣重訓 肚子那麼大 還在做重訓 所以妳小孩是有點不爽 說妳到底要這樣壓我到什麼時候 就壓出來 沒有 這一定是經過了這個 專業的健身教練 覺得說可以對不對 因為我狀態都蠻好的 今天要教 側棒式轉體 對 這邊看看 側棒式轉體 讓妳三分鐘小孩子砰 就生出來了 好 開開小玩笑 來…為我們示範一下 側躺 側躺 對 然後手肘垂直支撐 撐著 對 然後腳可以一前一後 對 一前一後 股盆核心的地方撐起來 對 撐起來 然後肩膀跟手肘記得要垂直 對 我們這時候可以開始 手伸上去 然後往內轉 太累了吧 要撐住啦 對 再往上 加油 然後再往內轉 再往上 然後往內轉 你要想喔 你現在肚子裡面是沒有人的喔 對 有助人就不一樣 有助人那又不一樣了喔 真的 對 這個在懷孕期間都可以練對不對 對不對 懷孕期間還是經過 醫生跟教練的評估會比較好一點 每個人提醒 同學還好嗎 同學 我現在怎麼感覺有點像在 就把你的紙箱帶走 對 男生的年輕就懷孕是計畫好 還是意外 不小心的 算一半一半 因為我是家裡的獨生女 所以就是爸爸管很嚴 然後那時候就是遇到這個男朋友 就覺得 我就覺得順其自然 然後沒想到 對 可是那個時候妳的年輕 順其自然就是妳已經有心中 打算說萬一如果真的懷孕 我們也就乾脆就結婚這樣 對 因為男朋友也比較大 什麼 大女生 大女生 年紀 年紀啦 對 年紀到我六歲 大女生 可是畢竟妳懷孕的時候才20歲吧 對 懷孕的時候是20歲 妳爸爸開這個口了 妳現在獨生女生 那時候他剛好在外宣室照顧奶奶 然後我是等他回家的時候 才跟他說 這他最弱的時候 沒有辦法打妳的時候 然後很累 對 很累 然後那時候還就是跟我媽媽 聯合騙他只有三個月 其實已經 已經六個月了 所以妳是有先跟媽媽說過了 對 我有先跟媽媽講完 那媽媽的反應是怎麼樣 就是 妳爸知道當下什麼 對 我想要知道妳爸那個 第一瞬間那個反應是什麼 他意外的非常的淡定 就是對這件事就覺得發生了 就這樣 意外的平氣 期待有什麼戲劇化的 我給妳斷絕婦女關係 不是 妳爸沒有說 把那個奶奶帶過來我想 對 有 見過了 有見過 自己就見過了 好樣的 我辛辛苦苦扶養大的女兒 交往了兩個月 交往了兩個月 就讓妳這樣開心了 開心 我付出的辛勞 就讓妳這樣舒舒服服 對不對 爸爸會 爸爸會有這種心態 會這樣嗎 所以還特別保護女兒 對啊 扣都我在扣 送都妳在送 歡迎講講 妳是媽媽 妳是媽媽 看起來年紀很小 大家好 我是牆牆 妳今年20歲 妳20歲 妳才20歲 妳小孩多大 大 很大 她會連著生 跑 她等於18歲就生 妳等於17歲就懷孕 對 應該就不是計畫好了吧 是 是計畫的 為什麼 我們聽聽看是不是騙人的 來 妳 來 從小就幻想就是一個家庭 什麼時候 多小還是幻想 可能國小後到國中 就開始幻想出來一個家庭 對 一個家庭 我爸媽就是從我很小的時候 就離婚 所以我就 對 比較有一點女愛 想要渴望一個建築的家庭 對 就是比較想要自己組一個家庭 如果要生男生的話 女生先 對 對 然後生 那是什麼集市節目怎麼可能 真的 這個我可以驗證 我有問過小可 妳先先開心的話 對 然後如果要生女生的話 就是男生先開心 這是一個小小的 學起來 對 小小的分享 大家試試看 真的喔 試試看嘛 不妨試試看 妳現在生的是 第一個男生 當下有妳先開心嗎 第一胎 男生的時候 沒有 不好意思是不是 會害羞 會害羞 不會啦 他才二十幾歲 對 對不起 他才二十幾歲 他才二十幾歲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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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不起 對… 通常當他媽媽的時候 比較百無禁忌 但是他還二十歲 對 他還有點害羞 對 朋友才不會 因為現在在錄影啊 因為妳不是她朋友 所以是朋友是 就為了一個題目 拜託嘛 就為了一個題目 我想要知道妳們那天晚上 到底有沒有開心 到底有沒有 小韓… 小韓耶 小韓是舞蹈員吧 我的媽媽 小韓 那個腰 那個腿 來 幾歲啦 幾歲 我是小韓 然後我今年二十一歲 然後小韓兩歲 兩歲 兩歲 十九歲 十八歲 十八歲 我會哥 聽說妳跟妳老公是 什麼 看到妳失身的戀 失身的戀 謝謝 整個身體都失掉了 其實不是太完全失 就是國小的時候就認識 國小 國小的時候 等一下 國小 妳國小的時候她是妳的老師 她是妳家教嘛 等一下… 學校的游泳教練 游泳教練 大妳幾歲 七歲 大七歲 那時候妳十二歲 她等於十七歲這樣 對 然後就來學校就是兼 就是打工 應該是打工 這樣 乖乖的 妳十二她十九歲這樣 應該是啦 對 然後什麼時候交往 然後中間就是國中的時候 就沒有聯絡 然後高中十五歲的時候又 就是又聯絡上了 然後結果我們就去 我吩咐一起工作 然後就十五歲開始交往 然後十八歲就懷孕了 當下我很想要知道就是說 小學 然後又過一段時間 等到妳十五歲的時候 又再見面 她是一眼就認出妳來嗎 對啊 就說 哇… 不是 有些認不出來 都妳… 長這麼漂亮啊 妳看 當然好 妳忘記我是誰了嗎 那我去換泳衣給妳看 她的… 她的Facebook還在Facebook 原來是妳啊 我小時候教過妳嘛 太可怕了… 又欣 歡迎妳 歡迎 好 也是都是學生啦 妳知道嗎 來 今天幾歲 跟她說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今年22歲 然後我是 八歲就生了 十七歲 十八歲 沒有 我十八懷孕 十八懷孕 這樣而已… 妳這樣當時是在讀書嗎 我是大學的新生報到那天 發現懷孕 真的嗎 對 那個 我覺得 妳一直…妳今天來 一直讓我們處在一個 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那是在面前一個驚訝的狀態 她是誰 我們頭皮有點發麻 還有這樣 那有些妳說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有小孩不一定要結婚 因為女生如果有能力的話 我覺得 對 沒錯 是會比 可能爸爸媽媽感情不好 帶給小孩的影響也是不好的 但是妳自己有能力的話 其實可以自己照顧小孩 妳給她的愛也不會比 不會比 不會比兩個人就是感情不好 給得少啊 那個單親家庭如果說有個姐姐的話 因為大家的感覺是一樣的 所以經常會訴苦 為什麼妳沒有媽媽 妳講我妳不是也沒有嗎 對 因為兩個人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一直到我快40歲的時候 有個節目要找我 問我說妳是單親家庭 妳有看過妳媽媽嗎 我說我真的沒有看過媽媽 他說那我們幫妳找妳媽媽好不好 我說不要 我說妳找到她 我到底能夠說一些什麼事情 對 難道妳會在這麼多年之後 妳會親而一舉 叫她一聲媽媽嗎 對 我覺得這很不可能的事情 我那個阿嬤就跟我說 好啦 你去看看妳媽媽也好啦 也不要留下什麼遺憾 不要說這輩子都沒有看過妳媽媽 然後上了那個節目之後 我阿嬤也去了 妳阿嬤也去了 我爸也去了 我老婆也去了 那時候我已經還有兩個小孩子 然後現在 他說我們現在要帶妳 看妳媽媽 妳要有心理準備 然後從美國那個地方 因為我媽媽不知道離到哪邊 去 離到美國去 然後她旁邊就有個電視牆 你知道嗎 那個 一輩子 三十幾年 要看到媽媽要透過電視牆的 那種感覺 我在看著那個電視牆 就看到一個白髮蒼蒼的一個女人 她叫我的名字 她說 洪聖德 然後我看了就說 怎麼 妳到底是誰 妳為什麼連我的名字也叫得出來 她說 妳要原諒我 在我們那個時代有很多事情 是沒有辦法去解釋的 然後我 我有很多的問號 我有一堆的問號 我想要問她說 然後妳現在出現這個地方 用意是在哪裡 我看到妳我能做些什麼事情 節目主持人跟我說 妳要不要叫她一聲媽媽 好 我說 讓我想一下 我說這好像三十幾年來 我不能夠做出這樣子的決定 然後 她說馬斯利小姐 她跟我想說 妳一定要叫她媽媽 我問她 我問她為什麼 我問她 我為什麼要叫她媽媽 她是生你的 生育之恩 生你的 然後我就想了很久 我說 不要讓這件事情一直 再糾纏不經 我就跟她說 妳要聽好 我三十七年以來 我從來沒有叫過這兩個字 從我出生 到我寫作文我也沒講過 我從來 每次做一個節目說我的媽媽 我都寫我的爸爸 因為我不會去講我媽媽這樣 我就跟她講說 妳要聽好 我可能叫了之後 我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叫她媽媽兩個字 她在對面一空 她說 黃聖腿 謝謝你 我這輩子 值得了 然後我就發現到一件事情 把這個場面搞到這麼難過 我說只是因為我的一個人生 然後它有很多的 很多的無可奈何 我們都不知道 後來我就發現 而且重點是 對 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藉著我的故事 讓大家想一想說 過去你們跟你們家人相處 如果是幸福的 我希望你們繼續幸福下去 如果說有一點遺憾的 要更珍惜現在 不管你是爸爸或媽媽 對啊 有什麼事情要去和解 妳怎麼哭得這個樣子 哭自己 等一下 靠到妳看 靠到妝都發掉 在我高中的時候 我也就是有被霸凌過 那時候我就是也不敢跟爸爸說 是怎麼樣的霸凌妳還記得嗎 那時候我記得 我走在學校的走廊上 就被罵說 臭婊子 蛤 那不是因為別人 為什麼被罵臭婊子 這麼黑話 多大的時候 我高一的時候 就學長姐就會這樣子 就是只要我走在路上 他們就會反應很大 就是很激烈 你知道就是 學長姐嘛 就是小女生小男生 他們可能就會不喜歡妳 就會故意講得很大聲 可是他們又是學長姐 妳不敢回一回去啊 我就只能我吞下去 後來到後面是我就說 我不想去上學了 我爸就發現真的有問題 我就真的忍不了就告訴他 那時候 我覺得我爸爸真的是很疼我 他特別跑去我當時讀書的地方 很遠 我在基隆讀書 他就翹班 然後先打電話跟老師們說 我希望跟這三個小孩子談一談 然後那時候爸爸 爸爸你怎麼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不在門口外面 所以林宇爸爸那時候 這個情況 你真的有去學校找這三個 霸凌你女兒 對 因為當時學校老師很擔心說 父母很衝動的去 去罵其他的學生 我是跟他講說沒有 我只是想心明氣合的 讓他了解林宇 那我希望林宇跟他們的 將來就是成為 在學校裡面成為好朋友 所以出發點就這樣子 然後老師就幫我安排了 就是一個中午休息的時間 那學長姐到了之後 我們就面對面 那有兩個老師在旁邊見證 那我就跟這三個孩子們講 我說林宇是遺傳她的爸爸 她是 她是注意力不集中過冬兒 所以林宇從小就開始要服藥 因為過冬兒的小朋友 她都吃一些 就讓她情緒穩定的藥 是 讓她能夠好好學習 那我就跟他們學長講 學長姐講說 而且林宇她又剛好是在擔心 家庭中長大 那我們相依為命 所以其實我希望學長姐 能夠代替我來照顧她 林宇,你有什麼想跟爸爸說的嗎 我寫一張信給爸爸 好 好的,爸爸 謝謝這一路走來 你把我姐姐... 你把我跟姐姐一起養大 然後 以前我不懂你們辛苦在哪兒 然後長大有才知道 在工作上會遇到很多問題 但你總是一個人 將所有事情 吞下來 很多的情緒 你總是一個人去消化 還記得我剛剛適應 跟你生活的時候 我很叛逆 好幾次我吵著 我要考很遠很遠的學校 因為我要逃離你 然後你也曾經跟我說過 你很對不起我 因為那段時間你不在家 你不能陪我 其實你不用跟我說對不起 因為 現在我很幸福啊 我很挺高興 現在的你 你過得很好 我們兩個 一起互相陪在彼此身邊 雖然我沒有給你三千塊 但是 我很愛你很愛你 我很抱歉 很多事情 有時候我沒有把傷讓你知道 但是你知道嗎 因為我也是怕你擔心 所以我想說 我去消化完以後再告訴你 我相信我們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我們怕愛我們的爸爸媽媽會擔心 所以我們會先覺得消化 但是我也想跟各位同學們說 爸媽離婚從來不是我們的錯 我們值得被愛 我們值得成為更好的人 有時候你不需要一個人去消化 因為你不是一個人 你會有你的同伴 你會有你的男朋友 還有你的爸爸媽媽 或許你的爸爸媽媽不在你身邊 可是一定會有那個人陪你 一直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後 然後爸爸 對不起 我以前也說過很多傷害你的話 謝謝你 讓我漸漸看看地長大 才會有陷造的我 莊領雲住在這裡 謝謝你告訴我 爸爸媽媽分開 從來從來都不是我們的錯 要我們不要去擔心 要我們不要去自責 因為那都是你跟媽媽的事情 因為你這些想法 我才會有這麼健康的長大 我才會帶來樂觀去面對所有事情 我愛你爸爸 我們在武蛇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兇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兇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載 臉書